当我们的兰花长出新芽之后 很多花友都会给它补充一些富儿肥 或者是全营养的肥料 其实这时想要我们的兰花开花多的话 这种肥少不了 这种肥就是高磷肥 因为零岩素是可以促进花芽生长 促进开花的 虽然说现在它没有开花 但是我们要源源不断的给它提高零岩素 所以说这个时候除了给它用其他肥之外 这个高磷肥是不可缺的 因为它可以直接影响到开花的数量 所以我们的兰花长出新芽来之后 我都会给它撒上一点高磷膜肥 因为它肥酵长 肥酵温和持久不烧根 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用 不要等到准备要开花了再用 这样的话效果就不明显了 而且我们只需要一年用一次 也完全不用担心肥害烧根 它还可以搭配其他一些肥用 比如说营养液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全营养的肥料 都可以混合食用 或者是混合到其他肥一起用 都可以直接撒到土里面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溶解 因为它也是很难溶解的 如果说也想要自己的兰花开花多 赶紧给它用上 不要等到开花再用 到时就完了 好了 我们下期见